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这两个工具 一个呢是重置变换 另一个呢是咱们的一个变换归零 首先呢咱们看一下当前这个重置变换 当前这个命令呢 它是把我们物体归到我们事先创建好的一个位置 怎么理解呢 看一下 我现在呢来创建一个 当前我这一个平面 我对当前这个平面呢 我做一个默认的一个修改 现在呢 我为它做了一个缩放的一个设置 然后呢 我再为它做一个旋转的一个设置 最后呢 再为这个物体啊 做一个移动的一个设置 看一下 当前我对这个球体呢 做了移动 旋转 缩放 这三个操作 我再在这添加一些 比如说打一个一 再在这位置呢 打一个二 看一下 这个物体呢 现在每一个数字上呢 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变化 现在呢 我打开 我们当前这个重置命令 看一下 在这个重置命令上呢 它有移动 旋转 缩放的一个重置 首先呢 我对这个物体呢 做一个移动的一个重置 看一下 当我点击的时候看一下 我们在右侧 右侧通道栏 这个移动这个位置呢 它所有的位置都归零了 这个呢 它是一个移动的重置 当我现在选择它旋转的重置 看一下 它就会将我这个物体呢 作为一个像叫旋转的一个重置的一个操作 最后呢 选择咱们缩放 看一下 然后呢 物体就变成了最原始的这个很小的一个状态 这个呢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重置命令 它会将我这个物体呢 做成一个原始初始化的一个设置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下面的这个 是一个变换归零 例如说 现在我想对这个物体呢 做一个变换归零 我想对这个物体做一个重置 但是呢 我想让重置之后 它这个大小呢 是这么大 我不希望它变成原先很小很小的状态 所以说呢 我可以执行当前的一个变换归零 我们可以观察咱们这个右侧通道栏缩放这个位置 当我点击的时候看一下 所有的数值呢 它都归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默认的一个数值 然后呢 我再做一个物体做像这样移动旋转缩放的一个设置 看一下 我再为它执行咱们这个重置变换 点击看一下 它会回到我这个状态 而不是最开始回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状态 这个呢 是咱们当前的这个变换归零 这个变换归零呢 它相应的也会有像这样的一个设置 你可以这个单独的设置移动旋转缩放 或者呢 是骨骼发现都是可以的 最后一个呢 是咱们针对于钢体变换像这样的一个设置 默认的这个是关闭的 好了 这个呢 是咱们当前的这两个命令 好了 这一刻呢 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 李宗盛